環保站 環保站各種回收物都有 需要細心耐心分類 在井磚磁性社的志工 帶五位學生 實踐對地球的責任 做環保是人人應該做的 最基本的就是要做好垃圾分類 但是因為現在台灣人 基本上很少人會願意做 那就是不如我們多做一點來 多做環保來救地球 平常這樣子做 然後應該可以體會到 就是幫助人的那個樂趣 然後這樣子面對民眾的時候 又可以靜下心來 然後就是不是這樣子造成 那個緊密對立的立場這樣子 這樣子也可以為民服務 幫助很多需要的人 成立於1998年的木炸環保站 2010年更名為木炸環保教育站 進一步承擔教育民眾 愛護地球的使命 井磚學生未來的圓民保姆 在這感受服務的歡喜 井磚磁性社站 帶一新聞知識 美志工陳美青 問文玉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